你们知道吗 打寒也有可能是反映着你身体的情况 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睡觉打寒的情况 除了会影响其他人的睡眠之外 打寒也有可能是在反映着他的健康状况 那听清楚啦 如果你有以下的这些状况的话 很可能你患上了睡眠呼吸中止症 这种病症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之外 第二天也会让我们的记忆力衰退 还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疲倦等不良的影响 其实睡眠呼吸中止症它有分为三种类型 像是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或者是中枢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也有可能是中和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那这些睡眠呼吸中止症 它们也有自己特殊的症状的 像是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是由喉咙附近的软组织阻塞导致的 而中枢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它们则是之前可能受到中风 或者是创伤的影响的问题 最后 中和性睡眠呼吸中止症 则是同时患上了阻塞性和 中枢性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综合影响 我知道很多人会忽略这些打寒的情况 那医生也有表示 如果你过度忽视的话 有可能会让你在睡梦中突然猝死 今天的这个新闻不是要吓坏大家 而是如果你发现你身边的朋友的打汗声 出现异常 不妨可以让他去给医生检查 如果发现什么疾病 也可以提早就医 留守堂堂news给你最新最快的新闻资讯 记得点个赞 按个分享 还有关注我们堂堂网